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来自六度辩论的内容 毛于世,把毛泽东还原成人 读,红太阳的陨落 毛于世,毛泽东原来是一座神 现在随着越来越多的资料的揭露 慢慢地还原为一个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 但是至今仍然有些人把他看成神 对他的任何评论都是大不敬 如果说他也有错误,那是万万不容许的 在这些人看来,毛泽东永远是不容分析 不许正视,不可评论的一尊神 他们永远看不到毛泽东控制不住自己而流口水 连说话都说不清,跨不上汽车 而不得不请人把他抬上去 他长期卧床,而腿肚子又稀又弱 幸亏更多的材料的发表 我们能从一般人的角度来看毛泽东 得到了许多新的印象 他无非是一个人,虽然他的智力过人 但是免不了陷入每一个人都会碰到的规律 他不能突破规律 而是被普遍的规律所限制 他根本不是神 对他的一切迷信将会逐步消退 他做的一件大事就是文化大革命 这是他对三年灾荒责任恐惧的反应 中国饿死三千多万人 超过中外历史上和平或战争时期饿死人的最高记录 在和平时期,没有任何别的理由可推脱 这是谁的责任? 无疑是毛泽东的责任 他毫无道理地反对彭德怀的批评 生怕彭德怀会夺了他的权 不顾已经暴露的左倾祸害 继续更严厉地往左偏离 不许人说真话 搞完全脱离实际的大跃进 大链钢铁 人民公社的所谓三面红旗 导致大饥荒 为了逃脱这个责任 他发动文化革命 逼死曾经因三年灾荒 批评过他的刘少奇 他想消灭一切政治上的对手 无限地扩大自己的权力 还打算把自己的权力 在他死后交搬给自己最可靠的人 江青 在他的眼中 人民只不过是一堆肉 是叫喊万岁口号的工具 权力欲望控制住了他的生命 他为此而完全疯狂了 用最大的代价去追求权力 以至于他的权力本身因此而削弱 他追求权力的方法是阶级斗争 阶级斗争的原意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斗 但是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和资产或无产根本不相关 他所谓的资产阶级实际上就是他所不喜欢的人 大部分还是真正的无产阶级 这种无原则的斗争最后把他自己也毁了 从五十年代开始他就迷恋于阶级斗争 反胡锋 反右派 反右倾 四倾 文革 都是围绕着阶级斗争展开的 他清除了彭德怀 贺龙 陈毅 刘伯承 逃住 又利用林彪斗倒了刘少奇 到后来对林彪也不信任 想搞掉林彪 最后连周恩来也要反 只剩下孤家寡人和几个亲戚 江青 毛远兴 王海荣 和极少数几个家丁 像张玉凤等 如果毛泽东不纳摩相信阶级斗争 而是以和卫贵 搞团结 他死的时候 绝不会纳摩孤独 虽然有三年灾荒的责任 他作为开国元勋 还能受到大多数人的尊敬 可见 毛泽东是被自己的阶级斗争毁坏的 林彪出世以后 毛泽东多次教训江青要团结 他只看见江青到处逗人如何糟糕 但是江青只不过是他的一条狗 叫他咬谁就咬谁 他自己到最后 也没有放弃阶级斗争 毛泽东搞阶级斗争 死人无数 在所不惜 每次搞运动 都有人自杀 他杀就不去说了 特别是文革自杀的人 还不是一般的人 大多数是社会知名人士 对社会做出过巨大贡献的人 有许多还是毛泽东的朋友 这些人自杀毛泽东完全知道 但是他丝毫没有同情心 三年灾荒 饿死三千多万人 大部分是说明他打江山的贫下中农 但是他一点也没有感到痛心 和他有肌肤知青的孙为氏 上官云珠等人 也被逼得自杀 他毫无怜惜之意 现在揭发发现 毛泽东兼污过不计其数的妇女 原来他在神坛上 他的人性的授欲方面 谁也不敢说 他从神坛上走下来之后 这些事一桩桩被暴露 其冷血性无与伦比 其心里的阴暗 实在叫人吃惊 大家都说 毛泽东有超高的智慧 莫人学得了 但是更没人能学的 是他的冷酷无情 没有骑马的人性 从现在揭发出来的细节看 毛泽东搞阶级斗争 使得党内人人自危 人际关系极不正常 一切事物都围绕一个权子 什么国家的团结 人民的利益 统统都放到脑后 国家的几个领导人 成天想的是 一件事对谁有利 特别是对毛泽东的权如何 没有任何人敢于冒犯毛泽东 一个国家的事 完全变成了毛家的私事 当时许多人无法理解的种种事态 现在一件件都摆清楚了 聂元子的大字报 怎么变成了革命的大字报 几个大学的造反小将 怎么被呼来 喝去被利用的 在武汉王力被打 和以后的天安门 保卫中央文革的大会的背景 谁是516分子 魏石魔要整516 何以要批林批孔批周公 这一切外人根本看不懂的事 其实就是毛泽东消灭政治对手的策略 他心里很清楚 但又不便说清楚 文革中许多重要的事情请示他 他总是模棱两可 叫别人去猜 因为他的真正目的是见不得人的 他的心里非常阴暗 一个国家 由这样一个权力无边 又有不可告人目的的领导人指挥 一直走到了经济和政治霜崩溃的边缘 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原来许多人都以为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 是为了夺取资产阶级 在国家机器中的权力 为无产阶级争利 现在这场骗局被完全戳穿了 毛泽东的最后几年里 虽然身体完全不行了 但是脑子还很清楚 他知道自己快要死了 国家的领导权交给谁 在他心目中只有江青最可靠 所以决定让江青接班 但是他也明白江青结怨过多 无法获得大多数人的同意 所以让华国锋协助江青 毛泽东一面对华国锋说 你办事我放心 但是还说 有事找江青商量 毛在他死前一年 对他死后的国家领导人的安排是 党主席江青总理华国锋 人大委员长王洪文或毛远新 军委主席陈希莲 以后又改为党主席是毛远新 总之没有超出他自己的几个近亲 江青或毛远新何德何能 凭什么能担任国家主席之职 江青在文革中的表现 完全是一个泼妇 丝毫没有远见着实 自我膨胀 不知天高地厚 粉碎四人帮后 对江青的审判 把他定为篡党夺权的反革命 判刑死缓 是极其公平的 毛泽东居然想把国家的政权 交给一个反革命分子 他脑子里唯一想的就是 毛泽东的家天下如何维持 和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毫不相干 1971年 林彪出世后 全国人民松了一口气 认为林彪为了夺权 误导伟大领袖 搞文化大革命 现在林彪死了这场毫无道理的文化大革命 应该停止了 各处地方都在落实政策 解放原来反林彪和反文革的人 当然 因为反林彪而被处死的人 已经不可再生 可是毛泽东 因为林彪出世 而心情极端压抑 生了一场大病 他的健康再也没有恢复 异国的领袖 其心情和百姓的心情极端相反 面对同一件事 百姓兴高采烈 领袖闷闷不乐 真是百姓的极大不幸 在1975年 邓小平第二次复出后 首先整顿了梗塞了的全国铁路系统 使其能够正常运作 然后整顿各级政府中的派姓 消除互相对立的情绪 并解放了一批被打倒了的干部 抓一部分坏头头 从而使政府工作逐渐走上正轨 生产明显恢复 各项指标转位上升 全国人民感到 有了邓小平 形势在好转 破碎的国家有可能恢复正常 可是毛泽东想的和百姓的利益无关 只想着自己的权能不能保住 江青能不能接班 邓小平几次和江青发生正面冲突 毛泽东决定搞掉邓小平 这就是1976年毛泽东临死前的批邓运动 邓小平又一次被打倒 毛泽东从一个政治家 沦落为处处和人民相对立的人民公敌 就是因为他被权力的迷信所控制 丧失了起码的理性 权力欲彻底毁掉了毛泽东 使他完全丧失了正常思维 把国家的事看成了自己溢价的事 虽然他知道江青不得人心 说不出三五年必将心风血雨 但是他无法摆脱这个局面 他已经疯狂了 被阶级斗争搞疯狂了 让江青接班是他仅有的最佳选择 他之所以预置周恩来于死地 就是因为他不相信周会臣服江青 他本来的理想是让周恩来协助江青掌权 但是周恩来无法和江青合作 江青根本不是一个政治家 共产党在建议 天文话题随着越来越多的历史资料和事实的揭露 是否我们应该以更为理性和客观的视角来 探待历史人物和事件 比如把毛泽东还原为一名普通人 而不是过度神话和非黑几白的评价 他那他的行为 各位观众 各位评委 各位辩手 豪伟 我是今天辩论赛的主持人 六母田 今天我们重拒一堂 就是为了以理性和平等的心态 探讨一道具有深度和挑战性的题目 在越来越多的历史资料和事实的揭露下 我们是否应该以更为理性和客观的视角 来看待历史人物和事件 毛泽东的 毛泽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和开国元帅 他的影响力早就超越了国内的界限 影响了世界范围内的许多人 然而如何评价毛泽东的历史身份和作用 这是一个极具争议性的问题 有些人将他神话 视为永远正确的圣人 而有些人则对他的一生进行了严厉的批判 则对他的一生进行了严厉的批判 在公众舆论场上 关于毛泽东的言论 似乎总是充满了情绪色彩 缺乏理性和客观的分析 在越来越多的历史资料揭露和研究的今天 我们是否应该以更为全面和公正的角度 看待毛泽东及其历史行为 而不是简单的一刀切 非黑即白的评价他呢 这是今天我们所讨论的主题 也是我们需要反思的历史命题 对于这个问题 我相信辩论的双方都对各自的观点 有清晰和深入的理解 并准备好了严谨的问证 这不仅是一场学术辩论 也是对我们对待历史 对待事实 对待真相 态度的一次检验 毋庸置疑 这将是一场深度与智慧的碰撞 是一次火花丝线的思维交锋 现在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和期待的目光 迎接各位电手们的精彩发言 分别由正方辩手涛涛和反方辩手牙呀 开始对于该命题的辩论 我是正方辩手涛涛 我认为 在现实的历史观中 把毛泽东还原为一名普通人 对待他的一生和事业 是有必要的 意识到他不是神 也不是魔鬼 而是一个复杂的人 有他的光辉 也有他的错误 作为一位政治家 毛泽东的影响力 无疑是深远的 他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 领导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 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 创立了人民共和国 此外 他还对社会主义建设 提出了一系列理念和策略 并进行了大胆的尝试 如大跃进 人民公社 文化大革命等 然而 正如历史学家所强调的那样 我们不能简单地把毛泽东神化 不能把他看成是完美无瑕的神 也不能把他看成是不可能犯错误的神 他是一名人 他可能犯错误 他有时可能受到世俗观念的束缚 他可能受到自己性格的影响 而做出一些错误的决策 比如大跃进时期的粗放式的高速发展模式 导致了严重的经济困境和社会问题 文化大革命则导致了国家的动荡 人民的痛苦 按照原委实在 袁腾飞讲 《中国近代史》艺术中的说法 毛泽东是一个伟大和有缺点的人 他在为中国的独立和发展 做出伟大贡献的同时 也给予我们痛苦和灾难 这样的评价 尽管会引起一些争议 但至少 他强调的是一种平衡的 全面的和客观的历史观 再者 对毛泽东的客观评价 也是我们理解中国现代史的需要 在《毛泽东与现代中国》一书中 作者弗雷德里克·泰格尔曼强调 我们不能只看一方面 不能只看毛泽东的弱点 也不能只看他的成功 我们需要全面地看待他 理解他的光辉和阴影 理解他的成功和失败 在此 我愿意用历史学家史良的一句话 他是一个立体的人 有他的光辉 也有他的黑暗 欣赏他的光辉 研究他的黑暗 才能更好地理解他 我们只有全面 真实地看待毛泽东 才能真正理解中国现代史 才能真正吸取历史的教训 才能真正走向更好的未来 我是反方便手芽芽 尊重历史 尊重是实施研究历史的基本要素 当我们谈论毛泽东时 我们不能忘记他的历史位置 他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创立者 他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无产阶级革命家 战略家和理论家 毛泽东的历史贡献 如中国革命的胜利 中国社会制度的确定 社会主义建设的方向摸索等 是不能否定的 正方便手滔滔的观点虽然看似理性客观 但其实际上过分强调了毛泽东的个人失败和错误 而忽视了他的丰功伪绩 这显然是对历史的不公正 和对毛泽东的不全面 首先 我们不能忽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历史贡献 毛泽东作为中国革命的主要领导者 他成功领导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 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胎创了中国社会主义失业的道路 其次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 不能因为某一阶段的政策错误或失败 就否定一个国家领导人的历史地位和历史贡献 如苏联前领导人赫鲁晓夫 虽经历过对斯大林的全面否定 和对摩托洛夫 莫洛托夫等老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冤假错案 但他依然被看作是推动苏联走向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的重要领导人之一 尽管美国前总统罗斯福在二战期间 策动珍珠港事件为美国参战谋取了借口 却也不能否定其心正导致美国走出大萧条的历史事实 再者 我们不能忽视毛泽东的历史环境 他身处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期 以一个封建社会转型为现代工业社会的时代 面对的问题纷繁复杂 做出错误的决策也在所难免 作为评价历史人物 我们必须考虑他的历史立场和历史环境 最后 我想说 毛泽东是一位伟人 他的功过是历史事实 我们不能因为他的过失而否定他的伟大贡献 尊重历史 尊重事实 才能对历史有一个全面深入的理解 在今天的辩论中 我们看到了关于如何看待历史人物和事件的两种观点 正方便手滔滔强调了毛泽东的错误和失败 主张以更为理性和客观的视角 看待他的历史身份和作用 反方便手牙牙则强调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贡献 认为我不是他的伟大和历史贡献 我个人认为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和领导人 他对中国的影响是深远的 然而我们也不能忽视他的错误和失败 历史是一面镜子 我们需要以理性和客观的态度来看待历史人物和世界 不能只开一方面 也不能简单地把历史人物神化或妖魔化 对于毛泽东来说 我们应该尊重事实 尊重历史的真相 我们应该全面地看待他的光辉和阴晴 理解他的成功和失败 理解他的成功和深代史 吸取历史的教训 为未来的发展提供指导 最后我想问问观众们 你们对于如何看待历史人物和世界 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你们是否同意以更为理性和客观的视角 来看待历史人物和世界 请大家参与讨论题和问题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世界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A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